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趁著國際賽期間,英超有段休息時間 今集會跟大家分析一下前四爭奪的形勢 今季的英超競爭非常激烈 鋼班區尾的九隊只相差4分 而爭前四的,由第三的曼聯到第八位都只差8分 甚至第十、十一的車仔和維拉,分數上仍有機會 明顯地已經將英超的聯賽榜分成三個集團爭奪他們的目標 今集我跟大家比較一下近年聯賽榜的發展趨勢 從而推考出,拿前四今季大概需要多少分 亦分析一下現在聯賽榜上第三至第八名球隊在賽程的難易度 從而看看爭四形勢上哪隊最有利 首先從聯賽榜的發展去估計今季爭奪前四所需要的分數 剛才也有提及,其實今季頭四和鋼班區的競爭都非常大 有些人就說,可能今季護級需要的分數會高了 而達到前四的分數又會不會低了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我就嘗試從數據上去推算一下 我會用近十季英超的數據來說 可能這些位置聽起來又是很多數字會轟炸下來給大家聽 就不容易明白 我盡量去講解和加上畫面上的圖表給大家看 首先就看看近十季各個排名最終得到的平均分數 這部分我用藍色去隔住了 如果要排入第四名的話 平均分數就是紅色字的71.4分 而最低是試過66分,最高是去到79分 當中只有三季是低於70分的情況 然後就可以看看去到第27或28週 過於十季和今季分數上的差異 這個時期入面 大概就是球季進行了三分之二的時候 它用藍色來標示平均分的一欄 而左邊橙色底就是暫時今季分數 右邊的行就是兩者之間的差異 黃色代表今季分比以往的平均分高 而綠色代表今季分數比以往的平均分低 雖然前四和戶級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但其實第四名暫時的分數 都只是比過去十年的平均分低了0.9分 如果按照三分二的球季去計算的話 即是將這0.9分的差異 再乘1.5倍 就應該會是一個球季應有的差異 即是估計最終會低於平均分1.4分左右 而過去十年第四名的最終得分是71.4 所以預計70分左右會是第四名所需要的分數 而過去只有1516、1920和2021這三季的第四名 是低於70分 而去到第27、28週分數分別是47、44和47 都是比今季的49分來得低 所以最終得到的分數亦比其他年份特別低 而今季第四名的分數沒有進入到特別低的範圍 至於1314、1617和1718這三季的第四名 最終分別是79、76和75分 都是比平均分高了一段距離 他們去到第27和28週分數分別是56、52和53分 亦是過去十年這個階段較高分的第四名 所以今季比平均分低0.9的情況下 預計第四名最終得分大約比平均低一點的70分 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但剛才也提及過 其實今年降班和前四的競爭都很激烈 總共可以拿的分數應該是每一年都差不多 那哪個部分拿多了分就令到整體這麼平均呢? 那就可以看過去十年第27、28週的平均分和今季分數的分別 我用黃色標示了一些拿得比平均分多的位置 看到就是榜首的兩隊、包美的兩隊 還有八至十一名的四隊 都是比平均分多了至少兩分 所以就將前四很競爭的範圍 擴闊到這麼厚的位置 而包美更加拿多了六分 自然就會將榜尾之間的分差收到很窄 有人拿多了分就自然也有人拿少了 綠色的部分裡面 第三和第六名都是明顯地拿少了三分以上 而第十二至十五名也有1.7至4.9的分差 就是這些隊伍把分數分給其他位置 所以也會看到今季應該第三和第四名的分數會很接近 第十二至十五名比平均分低的情況下 亦都令到降班危機牽涉到更多球隊身上 但其實第十七和第十八名的分數 都是跟過去十年平均分數差不多 所以相信最終四十分仍然是一個99%安全的護級位置 甚至乎過去十年只有一隊尾四的球隊去到四十分 其餘的九年低過這個數仍然是護級成功 所以四十分是一個極之安全的數字 從今季的分數的走勢來說 雖然前四和護級所牽涉的範圍和球隊是比以往多比以往大 但這些目標所需要達成的分數 相信就應該和之前的球櫃不會相差太遠 不知道大家聽到這個位置有沒有一些頭暈 因為都說了非常多的數字 幾多平均分、相差零點幾多分的分差 看似有些複雜的和很多數字出現了 希望大家還可以消化得到 接著就要準備回到我們利迷所關注的前四位置 究竟我們爭前四的難度有多大呢 哪些球隊是現時看來最有優勢的呢 我會從各隊賽程上有機會拿到多少分去看這件事 由於第三至第八名都是屬於競爭的範圍 去到第九至十一的富咸車路線和維拉 說真的我就覺得都只是一些數字上的機會 距離第五的樓卡數其實都已經8至9分 還要打到別人一場 在剩下這麼少場次的情況下 他們幾乎都只有全勝才會踏足得到70分的大關 所以我都不打算把他們列入真正可以競爭的對手 但還有六對球是有機會的 而每對球又有10至13場比賽尾踢 我就不打算很仔細地作對去數他們的賽程 對著甚麼對手得分機會高一點 我決定將英超入面的球隊都分成三個級別 增標組的阿仙奴和曼城 增四組的第三至十一名的球隊 以及護級組的十二至二十名的球隊 再分成主客場上的優劣勢 將餘客的賽程分為四個級別 作客增標組的球隊就預計得到0分 主場對增標組的球隊和作客對增四組的球隊 都以打和為目標 所以就計1分給他們 主場對增四組和作客護級組的球隊 都是想坐和望贏的情況 當是先拿著2分 最後主場對著護級隊當然會以3分為目標 這樣的情況下 就將每個賽程的對手 估計大家最終得分得到多少 當然這是一個很簡略很粗略的估計 大家可以不當這是最終得到的分數 而當這是賽程中的難易度比分都可以 總數越低 拿分的可能性就越低 首先就用了我們利物浦這隊去做例子 其他隊我不會說 只要暫時數幾分 4月1日作客對著曼城 預計是0分 寶賽作客車路士1分 主場對阿仙奴1分 作客列斯聯2分 主場對森林3分 作客韋斯咸2分 主場熱刺2分 主場奔福特2分 作客里斯特城2分 主場對維拉2分 作客修咸頓2分 還有主場對富咸的寶賽 暫時未有日期的大 就會計算到2分 那我們總共會拿到21分 加上現時所有的42分 最終就是63分 而且我們之後也不會當阿仙奈維拉 是我們前列的一個很強勁的競爭對手 不過就算這樣 我們所要面對的爭士和爭管分子 都是多達6隊 佔了如下賽程的一半 所以都真的要有超越預期所得到的分數 才有機會爭取得到前四 始終我們現在無論計算失分 還是計算實際的得分 都是落後於其他前列的球隊 然後就順著排名去數 第三的曼聯 他們不用再對曼城和阿仙奴 但就會作客對劉卡素 白鋁頓和熱刺 也要主場對賓福特 車路士和富咸 都是有6隊的差四分之要打 按剛才的計算方法 他們餘下賽程就會拿到23分 加上本身有的50分 總數就是73分 在賽程上和分數上 都看到他們佔有優勢 不過他們捉總盃和歐霸盃都還在打 賽程極之頻密下 還要有不少雙停問題出現了 很多時候 近來他們都只靠著14、15個球員 就要打這三條戰線 卡斯米流聯賽也要停賽三場 所以三線作戰下 陣容深度的風險對他們來說 都是非常大的隱憂 而第四次就是 唯一一隊已經踢到28場的真四球隊 但也有五場對真四分子的比賽 會作客對我們和劉卡素 主場對曼聯、賓福特和白鋁頓一 不但多數都是主場對前列的球隊 曼城和阿仙奴這些真換分子 他們又不用再打了 所以賽程上 他們都算是這麼多隊當中 比較輕易的一隊 按剛才的計算 他們會有20分 我們就算多兩場球拿手 計算出來都只有21分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輕鬆程度是怎樣 按照計算 20分加上本身的49分 就會是69分 是和前四要求的70分都已經非常接近 而第五的劉卡素 其實失分暫時還比第四的熱刺少4分 但他們就少兩場少兩分之下 排到第五名 而剩下的賽程中 他們都要對六場的前列球隊 主場對白鋁頓、曼聯、熱刺和阿仙奴 還有作客對賓福特和車路士 預計可以得到的分數是22分 加上本身的47分就是69分 與剛才預計熱刺會得到的69分 是相同的 所以這樣去計算的話 就是紐卡素和熱刺 會有一個非常緊湊的競爭 去爭取第四名 而第七名的白鋁頓 現時就有42分 但打得25場而已 剩下的暫時都對前列球隊最多 而失分來說 亦比第四名的熱刺來得少 不過其實就說真的 爭4和爭冠是有少少不同的 以前我們和曼城爭冠的時候 大家都預計大家會贏在先 每次失分都是非常罕見和至關重要的情況 所以算失分在爭冠情況來說 是比較適合的 但如果算到爭4的話 大家失分的可能性都是比較高 所以失分比熱刺少 但白鋁頓踢少過三場 又是否可以全勝 花他們現在失少的這兩分 為實際領先到熱刺的分數呢 其實做得到的機會 相信都頗低下 而白鋁頓雖然拿手的場數多 但賽程的難度也比較高 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是要面對著兩隊的爭換分子 主場對曼城和作客阿仙龍 再計算主場對賓福特和曼聯 然後作客就要對劉卡蘇、熱刺和車路士 加上要打7場的前列勁 從計算制來說 這13場內只會得到22分 打多熱刺三場的比賽 都只是預計會得多過熱刺2分 所以最終預料他們會得到64分 還可以爬過我們利物浦頭 至於第八名的賓福特 其實本身的機會都不是太大 他們比起我們和白鋁頓 這些42分的球隊 都要踢多一兩場 從失敗的角度看 落後第四十分小的紐卡蘇 都已經8分 所以要追上去前面是很困難 加上他本身的賽程也不容易打 剩下的11場比賽中 有7場都要打前些分子 主場對增換的曼城和另一隊就是紐卡蘇 再加多5場的作客比賽 對著曼聯、白鋁頓、車路士、我們利物浦 以及熱刺 所以他最終預計的得分只有18分 加上本身的分數也只有60分 是六對增四分之中最低的一隊 所以無論在到手的分數還是賽程的難度上 都對於賓福特非常之不利 只是比富咸、車路士和維拉好少少 仍然有分數上見到的希望 但實際能夠實行的機會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之低 所以整合剛才的預測 第三應該是73分的曼聯 第四、五就要看同樣有69分的紐卡蘇 以及熱切如何爭取得失球差的情況 第六就是64分的白鋁頓 而第七才到63分 正如我們這樣 可見我們形勢上是落後於其他對手 要後上的難度也是非常之大 而我剛才的這種計分的預測方法 裡面所預測出來的前四目標分數是69分 都跟我之前所說的70分很接近 不過當然這些都只是計算的做法 結果就只供參考了 因為足球始終都是由人去踢 有很多出人意表的賽果都可以出現到 正如我以往所說 其實曾四來講 一段四五連勝的戰績 就已經可以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就好像我們輸給班尼茅夫之前 打出了一段四勝一和的戰績 繼最近六場聯賽的華 我們拿到13分 是除了曼聯和阿仙奴之外最高分 曼聯拿到11分 奧卡索拿到8分 白禮頓就11分 登福特就9分 所以我們在這六場的階段 其實是追回一些分 所以就正如剛才分析也有說過 曾四其實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失分空間容許 並沒有曾冠任殘忍 否則就不會每年都有陽四大賽的這個說法 但就算有陽四大賽也好 也不等於我們的爭四情況不艱苦 如果禮物浦想要真的搶回前四回來 目標是拿70分的話 我們餘下下來的12場比賽就要拿28分 即是要8勝4和或者9勝1和 能夠容納的失分空間是8分 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真的很少 只說四月回來的頭三場比賽 要接連對著曼城、車路士和阿仙奴 如果不看聯賽榜的話 這三場球可能拿到4分 我都覺得算合格 但達成這樣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失去5分 之後的9場球我們只剩下3分的失分空間 還要主場對著熱刺、奔福特和富咸 甚至乎利技海鮮令人懼怕的是 我們作客榜下游的球隊都是容易失分的 想要爭四的話 我們真的需要超高水平的演出才行 看完我這個分析之後 應該都會明白到今次爭死的難度是非常高 但我們今季都只剩下這個目標可以爭取 迪亞斯即將都復出 希望球員們真的可以集中精神 當每場球都是決賽這樣踢 最重要就是捱住接下來的三場球 如果拿到4分甚至乎更高的話 這樣上到前陣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利米們都要從逆境當中尋找希望 2021球季我們用賴斯、威尼斯和菲利斯打中堅 都可以在最後的10場聯賽中 拿到8勝2和的戰績上去第三名 看看高普今季可不可以再次上演這一種奇蹟 以現在這個現況來講 打得到70分的話 真的需要一個這麼大奇蹟的一種表現才行 好了前四形勢的分析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滿意今集的內容 不會給我太多太多的數字和假設 令到覺得太過頭昏老丈 或者有些什麼邏輯上 如果大家想挑戰一下我這種計分方法 都可以在留言說下 今集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的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利斯台奉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士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